音乐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如鸟儿 鱼类 猫狗 都是大家平常最爱饲养的宠物 养宠物能给孤独的老人带来慰藉 接受小动物探视的病人 能够改善抑郁的心情 甚至减轻病痛 而饲养宠物的家庭增添了欢乐和凝聚力 宠物们经常都与其主人结成了家庭成员般的亲情 然而 现在却有很多人对待宠物的态度错误 他们会因为宠物生病或是没时间照顾 甚至一句不喜欢了 便将饲养的宠物遗弃 任凭他们自生自灭 那些宠物被遗弃后的命运大都非常悲惨 一些会因为疾病丧命 一些则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 在寒冷的季节甚至还有被冻死的 然而 家住澳洲的珍妮 却用她的行动来告诉我们 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宠物 她饲养了一条名叫马丁的金鱼 这条金鱼已经陪伴她十年了 马丁 来 吃饭啦 珍妮 你对马丁可真好啊 简直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是应该的 我们饲养了她 就要对她好 要不然 为什么要养她呢 你说是不是啊 嗯 有道理 珍妮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下个月我们大家要去雪梨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雪梨 太棒了 我早就想去了 可是 一直没有机会 我就知道你会想去的 那我就帮你订机票咯 好啊 好啊 下个月哪天出发啊 五号 啊 五号 是啊 怎么了 五号我老公又出差 如果连我也出门的话 那家里就没人了 没人就没人啊 你们现在又没有小宝宝 难道家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可是马丁在家里啊 长时间不给她喂食换水的话 她会死掉的 珍妮 那一年 我的母亲因病去世 那一段时间 我的心情 非常糟糕 整天闷闷不乐的 渐渐的 我的个性变得有些孤僻 不太愿意和别人说话 交往 珍妮 珍妮 今天天气很好 一起出去走走吧 不要 我不想出去 父亲非常担心 我当时的状态 于是他便买了一只鲸鱼 回来送我 那只鲸鱼就是马丁 从那以后 我常常会向马丁诉说心事 渐渐的 我的心境开朗了许多 是马丁陪着我走出了那段黑暗的日子 珍妮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您 爸爸 马丁就是我的家人 你说 我怎么能让他受到伤害呢 嗯 我明白了 然而让珍妮没想到的是 马丁突然变得有些反常 他的头部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突起雾 而且变得不爱进食 马丁 吃饭了 咦 这是怎么回事 上次卫的饲料怎么都还在 马丁 你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啊 你看 马丁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这几天他都不太吃饲料 是不是生病了呢 哎呀 珍妮 你看马丁的头 天哪 马丁真的生病了 珍妮夫妇带着马丁来到了动物医院 经兽医布朗诊断 马丁的头部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 不老医生 不老医生 马丁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有没有危险啊 他的头部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 如果不手术的话 很可能会围急到他的生命 啊 这么严重 动手术 给金鱼的头动手术 这不是开玩笑吗 不老医生 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动手术取出肿瘤 另一个就是帮他安乐死 然而这只金鱼动手术的费用 需要两百澳币 这些钱足够买下一大堆金鱼了 那你就帮他动手术吧 不过手术的费用可不便宜哟 至少需要两百澳币 什么 两百澳币 那些钱可以买一大堆金鱼了 干嘛要花那么多钱救一条金鱼呢 不 我一定要救他 两百澳币是吧 我付 珍妮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划不来的 马丁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不应该对他置之不理吧 我知道帮金鱼动手术的风险很大 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多活几年 因为他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家人啊 嗯 我明白了 那就帮马丁动手术吧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 布朗将马丁麻醉后用湿毛巾包裹起来 同时还得持续向鱼塞上喷洒麻醉剂 并插管输入氧气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手术 这只鱼只有八十公克 所以医生下手要非常精准 以防他失血过多而死亡 珍妮 放心吧 马丁一定会没事的 你放心好了 但愿如此 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后 肿瘤总算是顺利地从马丁的头部取下 终于成功了 布朗医生 马丁的肿瘤取出来了吗 你们看 就是这个东西差点要了他的命 休息几天就好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马丁手术后恢复情况良好 又能像以前那样在水里游来游去了 尽自己的力量 让自己的宠物幸福的多活几年 这才是饲养宠物的朋友们最应该做的 忠实的朋友 汤姆一家居住在美国东部 像大多数的美国家庭一样 他们除了有两个调皮的儿子外 还养了一只名叫酋长的狗狗 酋长 准备好了 吃完饭再玩 吃饭了 吃饭了 我都快饿死了 看看谁先跑到餐厅 哥哥 你等等我 别跑那么快 等等我 嗯 呵呵 酋长 我们去吃饭吧 吃完饭再玩 康姆第一次遇到酋长是在公路上 那时候酋长还很小 他可怜兮兮的倒在路中央 咦 那是什么 可怜的小家伙 看样子是被车撞到了 天已经黑了 如果他一直趴在这里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碾死的 汤姆见这只小狗实在可怜 便将他抱上车 并带到兽医院进行治疗 小家伙 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医生 他怎么样了 他没什么答案 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的 这段期间要多补充营养 小家伙 你就跟我回家吧 就这样 汤姆将小狗带回了家 小狗 小狗 我要抱 好可爱的小狗 他的腿受伤了吗 是啊 你们两个要好好照顾他哦 爸爸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他的 对了爸爸 他叫什么名字呢 嗯 叫他求整好了 汤姆 你怎么带一只小狗回来啊 这只小狗受了伤 看上去很可怜 我们就把他留下吧 也可以和儿子们做个伴 好吧 你都带回来了 好吧 你都带回来了 我总不能再丢掉吧 唐姆的两个孩子和酋长 就像三兄弟一样 整天一起玩耍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日子一天天过去 酋长长成了一只大狗 他们却依然和以前一样 每天在一起玩耍稀闹 我吃完了 我要出去玩了 我也吃完了 我也要出去玩了 别着急 等一下我吃完饭就带你出去玩 你呀 简直就是把酋长当成你的第三个儿子了 哈哈 你说的没错 他就是我的儿子 汤姆吃完饭后便带着酋长来到了院子 这时 汤姆的两个儿子正在院子里玩拔河的游戏 我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想赢我 别做梦了 咦 你们两个在玩什么 我们在玩拔河游戏呢 弟弟马上就要输了 爸爸 你看看我的厉害吧 我才不会说能看我的 看来他们俩是没有时间陪你玩飞盘了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陪你玩啊 酋长 看好了 我要扔咯 酋长 看好了 我要扔咯 酷啊 然而 正当汤姆和酋长玩得高兴的时候 酋长突然扔掉飞盘 冲向汤姆脚边 并发疯般地咆哮起来 酋长 你是怎么了 汤姆从来没见过酋长这样 他吓了一跳 跌跌撞撞地往后退 哎哟 啊 天啊 是一条小尾蛇 爸爸 那是什么呀 是啊 酋长在那里做什么呢 你们俩站住 快离开院子 这里有一条小尾蛇 哦 酋长听到小朋友们朝这里跑来 不由得一分心 那条小尾蛇趁机朝他发动攻击 在他脸上咬了一口 酋长 小尾蛇攻击后迅速地钻出院子 逃之夭夭 他的毒液在酋长的脸上迅速扩散 很快 酋长的脸便肿了起来 天啊 怎么会这样 爸爸 酋长他怎么了 他被毒蛇咬到了 得赶快把他带去医院 汤姆飞快地抱着酋长冲向了兽医院 医生 医生在哪里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被响尾蛇咬到了 你看他的脸 肿得好严重 幸好 我这里有抗毒血清 只要输入血清就没事了 那赶快吧 可是血清很贵的 一瓶要780美元 嗯 钱不是问题 赶快救他吧 嗯 好的 经过兽医的治疗 酋长终于脱离了险境 他脸上的腹肿也消退了很多 他已经没有危险了 真是幸运啊 蛇攻击到的是他的鼻骨 毒牙被骨头挡住了 所以没能伸入 真是万幸啊 这并不是一只名贵的狗 你怎么会花那么多钱来救他呢 他是为了保护我而被蛇咬的 我怎么能不救他呢 狗永远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尤其是在危险时刻 他们通常都会不顾生命 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呢 善心善报 感化人心 南京人很喜欢吃善鱼面 在城南河边就有一家善鱼面馆 那里做的善鱼面非常美味 每天到店里光顾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 你看 我说的就是这家面馆 哦 原来是城南善鱼面馆啊 我早就听说这家面馆的善鱼面非常好吃 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来品尝一下 哈哈 现在不就有机会了 我们快进去看看有没有位子 这家店的生意非常好 经常客满呢 嗯 那我们快点进去吧 嗯 哎呀 真好吃啊 还是这里的善鱼面到底啊 可不是嘛 你看有多少人来这里吃善鱼面 就知道这家店有多受欢迎了 还好 这里还有一个位子 要是再晚来点的话 那今天可就吃不到这家店的善鱼面了 是啊 还好我们来得快 老板 老板 两碗善鱼面 好的 二号桌 两碗善鱼面 这家善鱼面馆的生意特别的好 因此老板便扩大征人 小陈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店里的学徒了 只要学徒期满 表现良好 就可以留下来工作 你也看到了 我的店生意非常好 在这里工作的待遇 自然也是不差的 老板 你放心吧 我会努力学习的 那就好 你这几天就先跟着厨房的师傅 学怎么杀善鱼吧 就这样 小陈便跟着厨房的师傅 学习杀善鱼 可是善鱼是非常不容易死的 他们经常在被砍断后 却还能痛苦地挣扎着 小陈 你去捞一些善鱼过来 我教你怎么杀他们 嗯 好的 小陈 你在那里发什么呆啊 赶快把善鱼拿过来 哦 好的 首先要将善鱼身上的粘液洗干净 然后铺开肚子 你看到了吗 把善鱼切成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 师傅 你看你看 这些被切成一段段的善鱼 怎么还在动呢 哦 这没什么 善鱼的生命力很强大 经常被切断还能扭动 没事的 等一下丢进滚水里就不会动了 会了吧 剩下的善鱼就由你来杀吧 哦 好的 水盆里的那条大善鱼 不停地朝小陈点着头 像是在恳求他放掉自己似的 小陈心里感到不忍 于是便将他偷偷带出厨房 放回到河里 大善鱼 你走吧 以后小心点 别再被人抓到了 从那之后 新善的小陈每天都会偷偷抓一条善鱼 将其带到河边放生 转眼间 小陈的学徒骑满 他成为了善鱼面馆的一名员工 这样一来他每天都有机会 偷放更多条善鱼了 小陈在洗善鱼啊 是啊师父您来了 小陈现在你已经是我们面馆的正式员工了 以后可要好好地做哦 嗯师父您放心吧我会的 终于有一天 善鱼面馆的老板 发现了小陈私自放生善鱼的事 他非常地生气 小陈也因此被解雇了 诶 那不是小陈吗 他是要去哪里啊 老板小陈去哪了 我刚才看到他偷偷摸摸地出去了 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 他该不会是在偷店里的东西吗 不会嘛我看小陈不是那种人 我们跟着他去看看 他来河边做什么呢 我们过去看看 小陈你这是在做什么 啊老板师父 小陈你怎么能 你竟然偷店里的善鱼 老板我只是看他们被杀死实在是太可怜了 所以就将他们带到这里来放生 可怜 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 好了我也不说你 你从现在开始就不用来上班了 小陈啊你怎么这么傻啊 为了几条善鱼 现在连工作都丢了 你这么做值得吗 对不起师父 虽然我也非常需要有份工作 可是我不想杀死那些可怜的善鱼 比起丢掉工作 那些善鱼丢掉性命 岂不是更可怜吗 唉 失业的小陈心情烦闷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 结果在回家的路上 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哎呀救命救命啊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陈突然觉得有东西拖住了他的脚 然后被拖到了岸边 小陈上岸后回头一看 只见河里一群善鱼围在一起 啊难道是那些善鱼救了我吗 小陈被善鱼救起的事情很快便传开了 善鱼面馆的老板听到后 感到非常的吃惊 没想到小小的善鱼竟然也知道报恩呢 老板你听说了没有 小陈前几天失足掉进了河里 竟然被一群善鱼给救了上来 嗯我也听说了 真没想到小小的善鱼也知道报恩呢 可不是嘛 看来善鱼有报真的非常灵验啊 嗯小陈他心善放生善鱼 结果得到了善鱼 而我开了这间善鱼面馆 每天不知要杀死多少的善鱼 我想以后可是会遭到恶报的 好了我决定了 从今以后我改开速食小馆不再杀生 或许这样才能弥补我过去所犯下的错 对了你去把小陈请回来吧 好的老板我这就去找他 善鱼面馆的老板果真改开速食小馆 而小陈重新被聘请回来工作 没想到这家速食小馆的生意 竟然比先前的善鱼面馆更加的好 小陈的善心与善报感化了老板 让老板也能及时放下屠刀 行善积德啊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跨播 护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博帐号50323858 50323858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 202 608 012001 202 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 供养僧众 供斋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端午佳节亲子活动 大手拉小手 香包手做客 羊毛沾香包 材料使用费100元 工具老师提供 招生对象与人数 10人满班 7岁以上大朋友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可由一位家长陪同 日期6月22日星期四 下午2点开始 地点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478号 03-958-0286 03-958-0286 03-954-0455 03-954-0455 报名方式 採线上填写表单或是电话洽询 沿路电话 03-958-0286 03-958-0286 03-954-0455 03-954-0455 赤碑至夜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6月24日上午8点半 礼拜钥匙饱灿 工情战山法师领众 下午2点 白财神法会 工情慈人格西组法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静邀菩萨参与熏席同瞻法意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方 在我们佛法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去造约我们的清明节的这个习俗 我们是否会有什么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影响发生 我们是不是会有什么就是对我们的祖先 会有任何的影响 对还请大雅师佛来跟我们分享 首先在佛教里头 不只是清明节 我们要意念到我们的祖先 而是所有我们所做的功课 所做的善行 我们都可以回向给我们祖先 所以在佛教里头 其实可以这么说 对于佛教徒来说 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清明节一样的去祭祖 甚至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把它当作清明节一样去回向给祖先 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要让他们离开痛苦得到快乐 既然这个样子 那我们怎么可以说 那你等吧 祖先你等到明年的清明节 你还要再等一年 你才能够离苦得乐 不可能 佛教里面是 我们希望他 每天我都做功德回向给祖先 每天我都发愿回向给他们 每天我都做善事 乃至每天我都念佛 都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到快乐 这才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说 如果我不做 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应该说佛教要求你要慈悲 要大慈大悲 要开始发心 要开始发愿 所以我们反而应该承担起来 我们每天都要意念一下祖先 每天都要意念一下痛苦的众生 每天都要不断不断的回向给他们 我们不要说不做会有什么影响 你应该想说 如果我今天没有去做 那谁要超度他们啊 他们是不是还要痛苦很久啊 那我只要帮他念个佛 我念个五分钟的阿弥陀佛 我念个五分钟的观音菩萨 再回向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离苦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每天 这样认真的去做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正面的去想说 我们不只是清明节那一天 要回向给祖先 我们要每天每天的 帮他们念佛 帮他们修功德 这才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不要再害怕说 哎呦没有做会怎么样 应该说 我们天天都要发愿 天天都要努力 天天都要修行 因为我们跟这些众生 跟我们的祖先 跟这些往生者 我们都希望他们 能够到极乐世界 得到阿弥陀佛 无量的光明的加持 这才是我们佛教的重点 我们要每天不断不断的念佛 每天不断不断的修行 好 舅舅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真爱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慈悲开始 大宝法王慈悲 当下来请 优优独播开始 ン芋我信号 hang补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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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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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今天我认为主题主题是 Guru Yoga 我认为我们会谈到Guru Yoga 这会比较多了 对其他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不で可能的对方认为主题的特别的特别 从7-8 centuries onwards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came to Tibet, the land of Tibet. The Tibetan Buddhism or the Buddhism that came to Tibet is not just Vajrayana, the type of Buddhism that came to Tibet also includes all the teachings of the Mahayana school of Buddhism and also the basic Buddhist teachings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as the Shravakayana and Prithika Buddha type level of teachings and it is not a particular one type of Buddhism but the complete whole teachings of Buddhism that existed in India came to Tibet and that is what Tibetan Buddhism is. The village of Tibet has been the tribe of Tibet We have the tribe of Autobahn We have a captive hearing from Tibet We do not know how to defend the people the plan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某些问题上,有些问题和一些问题, 在某些问题中,有些问题和在某些问题中,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问题, 有些问题和在某些问题中, or what we call sometimes is the letter translation there the system was that the letter spread the the letter spread of Buddhism after the kind of destruction of Buddhism earlier this system had this a way of practicing Vajrayana in a very common and a universal way the lineage of God you also came within this later spread of Buddhism the country and she don't get purely cheese the casualty they've been chittery girl yeah the car take a combation be the chicken that's a bitch you should be she's a laudate man 他叫做師的 那些人 他叫成師的 他叫做師的 那些人 爹 他就這樣 他叫做師的 叫做師的 在你那裡 他叫做師的 他叫做師的 叫做師 叫做師的 他叫做師 we have four main schools of Buddhism in Tibet and most of them are actually belonging to the later spirit of Buddhism and all of them, in all of them, the Guru Yoga or in another way, the relationship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considered very important. I think among you who have gathered here, I feel that there are few people, quite few people who have been able to see, many people who have been able to meet the 16 Kamapa and receive teachings from him. And the system of recognizing Tulkus or the reincarnate lamas, was started by the Kamapa's, for it comes from the Kamapa's lineage, that's generally known. And especially the third Kamapa, the Rangjung Dorji, when he was recognized by somebody else as the Kamapa, that was the kind of the first time that another lama, first Tulku that was recognized in the system of recognition of the Tulkus, that's, that's prevalent now. only when people were brought to the Bible, and they should get married. And they would say, that these people in the Bible, they would say they would say there are two people, but we must be the one who will learn more if they are the one. 那是因為當Lama死了,他不讓學生學生 兩馬們都會繼續跟教導他們的調柔 跟教導他們 的調柔 方法 還回到他的在任何央 полит 和教導他們 支持 等級別的 同樣 這一生取的調柔 和學導他們的調柔 方法 跟教導他們 他們的調柔 方法 這就是在任何方法 和教導 系統 他們的調柔 我們的調柔 到底兩馬都會繼續住 哪 二馬可 每土地的系統 這個相關 這個會議的調柔是這樣的 这是人家为先的楼别,某个方法hey是必 Umus一 hyväんです 所以我们一parents 某个方法耶武 然后。。。对 Engse 两个方法如 Gige 这些年就过来说如果是可以的 这是法子上走,所以自身上好的一家真是 手指食材培的,在背后这里核摊退 是험子在走 meter所 Ether体里,洗住也小心 这是我要 browsers 行锅背hora四面课 因为痛状也要让人录iki 通過了很多種方法 然後這個年循環的Lama 也繼續承認他的學生的過去生的生活 他自己的學生 也許他們的學生也是他的學生 and so this kind of life after life continuation of teacher and student relationship, that kind of special system is something that is, you know, kind of unique in the Tibetan Buddhism. This is something, something that's coming from the lineage of Kamapas, something unique that is coming from the Kamapas or the Kamapas lineage. This one is called Karsvala, which when I and I were a reader... he is a брат like Havana and St prayed, I guess what do I want? I want to know that his haron is in As a father but the good guy is a brother in us, 而这是您的使用 前几天是您的 您有的因素 您知道该者的看看 您贵的功识 您贵的功识 您贵是让您受害的 您会自行贵的功识 咨语 都不解讳这些时候 让我们进行第二个 一个学习的学习的学习 都不解讳 我说我们可以在学习的学习 非常具体的学习 他们在学习的学习教兰老师的学习 是习惯了 这个学习的 并不休 优优独播 to look after and to meet the students and the centers of the Kaju-Bokama Kaju lineage This is also a sign that there is a very strong and deep continua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ch cannot be interrupted by death and birth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continues even uninterrupted by even death This is the religion of the theatre and the rest of us This group is mostly honest This is the last word This is the last word This is the last word 只要它自己使用那么多的生物,而且实施是说自己的外形, 而说经过了中国的身体,因为在这里科学向我们的一種样的 所以我们将认为自己的牢,ệnh藏,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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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因此,这个 Guru Yoga practice 是一个很特别的和很强的关系 教授和学生 它不是只有 一个身体的关系 教授与教授和学生听 但它是甚至深深的那种 一个非常深的关系 一个非常深的关系 或者非常深的关系 或者非常深的关系 一个关系 which is very kind of intimate and which is not just you know interrupted by the which is not just a physical or thing but it continues much deeper than that which is located Он 越来越� separ第 像这个教授 他是 有的 一个地方 就讲了 这位教授 就是 wood zero Lamagi Tujidam Lamagi Thingyek Thuanetam Jabassohuyabibnay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is based on two things basically One is the the blessings or the kindness of the teacher And another is the the devotion or the openness of the students Lamagi Tuji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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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you talk about Tujidam or the blessings of the Lama Mainly it is the compassion or the affection of the teacher 그�arque 第一一年才,他突然召喚,"爻达咋打沙 said,爻达咋打沙 ן通、響命到很剛好強數 рок童 poetry,寶寶 of our friends,of our like family,and things like that.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affections we have. and this affection of the teacher towards the student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when we are practicing the dharma in our life.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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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